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做一个现代版的一个古物的融合 在我们这个吊脸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嘉靖一系列的一个拍品啊 和嘉靖这种嗆精的大气的箱子做融合 然后紫檀的小鸡配上这些茶盏 实惠的小的这个案面 然后呢我们也是配上了一些文房小件 我们把这个红木的这个大柜子也是配上了传统的官窑 当然大家能够来到现场的话会感觉到更加的一个深刻 这一组柜子呢就是我们本次的一个小杯子一个专题了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琳琅满目的小杯子 可以说是各种品类都有 对 从橙化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宣童时候的湖南瓷叶公司 各种门类都含在其中了 别看虽然都是同样的杯子 但是工艺 年份 包括它可玩 可赏的点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功能性 对 这一支末彩的小杯子 我们的起拍都是非常非常地便宜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余地参与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一个 可以用来喝酒啊 小酒钟 然后非常的雅致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特色了 它是改了一下 它就是把这个当做小酒钟 然后当做了一个小花篮 然后这个确实是这个国外的工艺包的口 可以说是这个中西结合了 对 很有意思 对 也是同志的这个反红彩的官腰杯子 这一看就是当时留到国外的时候 让他们的一个 对 给他们箱上去的 是的 对 其实说实话 就是因为大家的可能审美啊 意趣啊 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当一个古代的一个东西 和海外的这样一个工艺相融合的时候 它确实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巧思出来 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因为这个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 它是作为一个喝酒的一个酒钟 但是国外我们都知道喝的是葡萄酒 然后威士忌这些的 那他们当时收到这个东西一看 他理解不了白酒的那个东西 然后对了 是吧 对对对 可能他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改式 然后制作成了一个小的装饰品 然后放在上面就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对对 对 因为他都把口言包住了 确实也没有办法再去做这样的 它原始的一个功能作用了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要是藏家买到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您的这个小架子上面 做一个这个可赏可玩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 是的 对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 我们这次本厂有251件一共 对对我们251件呢 然后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全部都摆在柜子里面 那其实都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 是的 美丽的一个地方 是的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就是把它制在这样的一个景当中呢 其实会反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你比如说像这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博古柜 一个是楠木的 配上了这样的一些文房小件 对 还是非常雅致的 对像这样一个楠木的小柜子呢 我们配上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文房小件 其实从清早期明早期一直到了这个民国时候 但是这些小件搭配在一起还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 大部分都无底价 是的 所以有些小东西很容易被埋没掉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摆出来 对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有这么可爱吗 但是你把它摆出来以后 就是还真的是挺可爱挺雅致的 对 这个也是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瓷器上经常会讲一个小气大作 就是小气大样 就是很多东西你要是不看到食物不放到这个当中 就是有一个对比性像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 你像这种东西都是有大件的 对 它等于把大的一个缩的一个小的一个安头 那煤瓶我们常见到了就是那种大的那样的煤瓶 即使小size我们也会说它也有隔十多公分 但这一种就是就真的是在尺寸之余 就是非常的可爱 是 你记得如果要是看照片 对吧 拍完了以后你不写尺寸 别人说多大呀 对吧 这么大的也有 这么小的也有 我也是犯了一个错误 这一件 这一件当时在做书的时候 我给它放成这么大 因为我想的是个大喜子 那种这样的一个海棠喜 结果没有想到拿过来以后 是这么这么小的一个喜子 我也是 确实它整个全是其实是把经典的那种 不管是明宋还是清代的那种的一个宫廷的一个 知识全部缩小成比例了 对 就是为了方便按头这样的一个观赏把玩 然后就会觉得说是 即从宋一直到宋元明清 对 所有的这个工艺 然后所有的这种技法都在上面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 对 其实小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会更难做 对吧 你比如说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画得很细的一个小的 我就想 我说古代时候有放大镜吗 我第一次这样想的 我说不然怎么画上去的 对 就是这样 就非常的可爱 而且像这一个小路头尊 我们常见到路头尊很大 没有耳朵那只路头尊 最出名的其实就是靖家堂那一只了 也是山中商会的这个旧藏 那这一只呢其实就是比照的就是那种没有耳朵的那种路头尊 也是路头尊的一个初始形态 它底下还有一个鹿的一个款 特别可爱 就是和它这个主题是完完全全契合在一块的 所以就是小气大样 其实也就说的是这一类的一个器皿 古人还是要比我们会玩的 对 当然了不光是这些 可能说是我们说的就民谣当中的一些小精品 然后非常可爱巧思 但其实在官邀里面呢 也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品的 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上面啊 为什么加了一个台子呢 也是把它脱高 这样的话能给大家摆出来 如果你真的是在书房的书桌上用的话是什么样 你可以放一个小机 然后呢上面放上你的这个印尼盒呀 还有这个瓷印章 这个很符合现代的那种榻榻米 对对对对 你的一个大阳台或者卧室的一角 然后放在这个旁边一个茶台 对也是挺雅致的 是的 对这次 您说 没有 我想 我看这次这个是很受重视的是吧 对很受大家欢迎 因为这一个呢 刚好我们这次有一个乾隆大跃图 乾隆大跃图里面呢 当时乾隆皇帝手上也是带了一个班纸 就是就是这一个 就是仿堪 堪达汉的这样一个班纸 其实就是仿路角 仿路角 那么如果要是路角做的班纸的话呢 也是这样 会有这样的一个 它是针戳的一个 是针戳的吗 还是说专门 它是就是那个骨 如果路角 它自己的骨头 是天然一个这样的纹理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就是瓷仿路角嘛 所以它就是 加了一些工艺在里面 也是非常的有巧思 很有意思 这一件 对 老的还是 老的物件还是挺有味道的 每一件都还是有它的这个传承的一个经典 然后这次瓷印章呢 有一枚 有一方印 我自己特别喜欢 其实如果按大小来说的话 我更喜欢黄色那一方印 因为非常可爱 小巧 但是呢 如果要是论 转客的内容 我真的更喜欢这个 它写的是 但求无愧我心 我觉得应该是 很多参加都会想一个 都会想要这样一方 有着很大气磅礴 这样一个寓意的一个章吧 对 然后其实这一方也是很可爱 这一方闲章的话呢 其实就更加的雅致了 它是半潭秋水一房山 然后你看这个 真的是很小巧 对 这个又也很好 对 而且我觉得玩瓷印章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我觉得瓷印章 它更有一种温度在手里面 就它拿在手上的时候 它是有温度的 对 所以 刚好品箱也都还不错 所以很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哪位有缘人 可以 竞购得到它 刚才还有一个人 看到这个箱子 对 皮箱 这个箱子很有意思 征集到它们四个 都是在前后大概两三天吧 你知道吗 就是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就是先征集到这个小的葫芦瓶 然后小的这个盘子 加这个加进款的 这次感觉主打就是一个玩 就是一个玩 对 其实你说它有什么实际功能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实际功能 但是我能想到的一个 如果这种葫芦瓶 我能想到一个就是你加一个塞子 然后你可以把它做香水瓶 这是我一直原来想的 然后一直没有把它实现的 就你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倒一倒对吧 出来一点点 然后抹在这个腕当中 然后再把它塞上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 然后做上一个阴落 然后可以做配饰 就是大的毛衣链 男的也可以 然后男的可以就做 比如说放到这儿的这种的 都很好看 对 因为它刚好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系绳的 对 就它刚好是在它这个腰上 是可以系绳的 都不用打个洞 对 然后到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属于 我们刚刚说的那边是明座 这边是观座 包含这个闽头刚啊 也是我们的 气势一下也出来了 对 这个闽头刚也是 统治大婚祠当中 所烧制的这个皇帝 红服的闽头刚 那么应该是就剩下 就是闽头刚当时 根据西博士 他那个档案里面说 就他自己梳理的档案里面 就是很少 然后呢 他展览当中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 大婚祠展览当中的 一个原件 对 然后包含这样的小幅 真的非常精神 就你别看他做得这么小 但他的功真的 一点都不差 身上的阴落 那种很有质感的凹凸 然后包含他整个 气身的一个 阳彩的一个配比 我觉得还是很有 很棒的一件作品 而且他还有个合 对 老合 还有一个就是 造像他的比例啊 然后包括烧造 很多其实是要比 就比我们的盘碗呀 什么其实都要复杂复杂很多 对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工艺 比如说 有一些塑形的一个工艺 对吧 一个捏塑啊 然后贴塑啊 这样的一个工艺 还是很难得的 而且满是精彩 这种防那种 铜溜金码 如果我们要是把照片 比例放很大的话 你也会觉得 哦 他应该是个很大的一尊 对 但其实他就是这么小 所以你要想在工匠里面 就手指就是在那么细微之间 然后去做到他的医者的处理 面部的这个处理 还是非常难得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很常见摘戒牌 对吧 对 那边有个葫芦形的摘戒牌 是公粉底的 对 我看到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松石绿的 对 一个摘戒牌 然后前面是这个摘戒的这个汉字 后面就是这个满文 满文 对 嗯 也是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摘戒牌还是好看 对 参考 这一次呢 我们也是还有一批茶展 那茶展呢 我们那天也是有个活动嘛 就是说 嗯 刚好是点茶 然后的那种色白 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一个茶展 就会更显出来它的那个双方的一个交融之美 嗯 我们还有很多 继续往后走吧 往后走 刚刚那些地方呢 都是一些可赏可玩的地方 那到了这边呢 重要的我们都还是安排在了这个独立的展柜当中的 嗯 其实每一次都特别喜欢有个标签 嗯 然后都会用一个器物 然后圆圆的 然后当着那个标签 这次的标签就是她 是的 为什么把它做标签呢 第一个是她学术性很强 嗯 安鸟的款 大清康性联制 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非常典型的安鸟款制 然后呢 外壁是这个连托杂宝 内壁画的是这个大象的这个图案 所以整个呢 还是和这个佛教题材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一件还是非常的漂亮 旁边这个花菇呢 就是很特殊了 对 很特殊了 这次我们重要的拍品都给大家写了签 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小签 然后在旁边 是方便大家做锦盒用的 可以给大家看看 就是没有每一个买到拍品的藏家们 都能够直接配比到他的一个签 因为他可能他的盒子并不一定是老盒 但我们希望就是真爱他的人 能够用这个签 然后给他一个新的家 然后把这个签给他贴上去 然后就流传下来了 用的硬也是我们这场的硬 对 我们可能要稍微迅速一点 因为一会三点钟不是有一个直播的那个什么活动 对 我们马上还会有个查到的活动 查到的活动 三点钟直播 这一些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来看了 我们也就不多讲了 但是有一两个展区呢 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展区呢 就是在这一边 对 小心哦 这样一个外烟之红 然后内壁是广彩的这样的一组盘子 那么这一组盘子呢 为什么现在在市场上面这么受欢迎 其实跟它的学术性还是极其相关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装饰性特别强 对 然后刚刚还有客人在说 最近广法郎很火 广法郎广法郎 其实最在意的 其实就是它的法郎的一个界定了 原来的狭义的法郎 我们都知道就是景德镇烧制白胎 到了宫廷的造办处 然后呢上料款 然后诗书花印及一身 那现在呢 我们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也是往前推进 那么我们发现广州 其实当时就有这个 最早的一个 对 这个包含这个胭脂红 其实都是这个法郎的 这样的一个最初的一个面貌 对 因为它那个时候 原来是一个贸易的一个 那个什么嘛 国外进口的这些材料 都是要通过广州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广法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没有那么的千篇一律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文人意趣在里面的 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山水潭 很有画意 其实它还是和当时的工匠 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也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个呈现 是的 对 很个就是 无论你是看它 就是从画工上来讲 然后题材上来讲 很多就是可能创新性会更强一些 对 对吧 很个 所以更多精彩等您来发现 然后我们直接转过身来 我们就能看得到两个非常大的一个盘子 那其中一个盘子客人正在看 对 然后是一个永乐大盘 我们现在刚好还剩下一个 这个原青花的这样的一个大盘 其实这一块盘子真的是质量非常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色 青花的一个发色 它的那种层次的一个蕴染 真的是苏玛黎青当时是非常经典的一种表现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壁 它的这个装饰技法也很特别 是青花留白的这个连半纹里面有杂宝 那其实在这个原青花当中有杂宝纹 确实是都是很高级的一个器物 也包含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在香港上拍的一些 鱼藻纹的大罐呢 它都是含有这个杂宝纹的 所以有杂宝纹也许是判定这个品级的其中一个元素 对 一个标准也可以说 对 刚好这一场呢 就是天明楼藏词当中也有一件 里面也是同样的画这个冻石芭蕉花果的 那我们这个 它当时它的比例是占的这么大 包含了一个杂宝纹 我们的比例是小一点点 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气势啊 一个造型啊都还是很不错的 这件牌品可以真的说得上是虽彩油针了 我们没有做商业性的一个修复 只是把它做了一个美观性的一个修复 具体的品箱问题呢 大家是可以到现场来一目了然的 对对对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上面也有详细的一个品箱报告 对然后这边呢这个盘子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没有完全的对半开来啊 它其实就是冲线冲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它没有取掉居钉 没有做修复 它还是保留了一个老的一个居钉 其实这也是一种古异 我觉得一件器物很多的强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那这一个呢虽然说是它有品箱上的一个瑕疵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我们可能前前辈或者上一代的藏家 还是非常珍惜它打了这个居钉 而且呢尽量的保存了它这样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 还是非常棒的 这种折颜的一把帘的大盘在永乐里面是更为少见的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两块大盘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下午三点钟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茶道的活动 就是关于这一批展 究竟是点茶的一个技法怎么样和展相融合 然后这个展又是怎么给文人默克 然后茶人以不一样的一个心境和不同的一个体验 今天的下午的讲座呢 会有我们的飞仪传承人 也是飞仪点茶的传承人黄建宏老师 为大家一一介绍 那么还请大家稍等片刻 然后我们精彩即将继续 差不多还有几分钟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见 对 一会儿见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机器转个场 是的 没办法